前首相敦马哈迪早前发律师信 要求首相拿德斯里安华 撤回指控他敛财的言论后 安华表明将提供证据 以证明敦马在任首相期间 拒敛财富 首相更是打趣地说 不想和敦马吵架了 但对方要证据 那倒是没问题 安华今早到马拉公益大学 和大学生交流时还说 敦马确实有治国本领 但这名前首相也有很多弱点 安华之前在公正党特别代表大会 不点名地说 一名掌权22年以及22个月的领袖 涉嫌为自己和家族敛财 敦马随即对号入座 向安华发出律师信 要求撤回言论 否则对补公堂 非常多写也感免得以来 不允许 Bapt 阳 这下证了 这下证了 带我